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我们今天看 古人叫寿终正前 什么意思叫寿终正前 就是死的时候预知时日 自己知道什么时间死 然后没有病 叫无疾而终 满意上师的父亲跟母亲就是这个样的 他两位老人家当时满意上师让他做 他们不信佛的 但是满意上师就经常拿迷了净土归境给他看 就跟他妈妈说 跟他爸爸说 你们看这个地方美不美啊 那个宫殿那么漂亮 那里的人那么庄严 最后爸爸妈妈看久了 糊弄他儿子说我看着挺好的 因为儿子老来问 老人家也不好意思 不说好 然后满意上师说 你们如果觉得这个地方好 你们就发愿 发愿去这个地方 将来儿子也去那个地方 我们一家人还可以团聚 好不好 然后他爸妈就答应了 儿子祈求嘛 所以你们做儿女的 有没有真正的 这样去为自己的父母着想 有没有为他们的下意识着想 所以这个迷了净土它有个好处是叫愿往生 就是你有愿即可往生 不像西方极乐世界 西方极乐世界你还要一心不乱 要若一日 若二日 若七日 那么这个迷了净土是愿往生 就是说 这个地方好 我去 有这个愿就行了 真正想去 那么你们也可以跟自己爸妈讲嘛 说 哎呀 跟你的这个缘没了 然后咱们死了又不能见面 咱们都去这儿好不好 去这儿 儿子也能去这儿 你也能去这儿 然后我们在那儿一家人不分开 永世的不分开 这多好 说是爸妈疼你 他就说 好啊 我要去 这就行了 为什么 有愿呢 有愿往生 那他真正离体的时候 你就可以送他走了 就可以去弥勒净土了 这是方便接引年纪大的老人家的方法 为什么 我们现在的老人特别的痛苦 几乎看不到一个无疾而终 受众正寝的 大部分都是病死的 在医院里病死的 在家里病死的 到老的时候都是折磨他 都是折磨他 我遇到这样一个案例 当时有一家人来找我 找我干什么呢? 人家都是说我爸爸妈妈生病了 然后老师帮个忙 让他们早点康复起来 这家人来找我 不是这个事儿 他是说 老师 我们找你帮个忙 能不能让我妈早些死 你们一听 这家人真不笑啊 怎么还有这个 求让自己的母亲早些死啊 后来我就也觉得很奇怪 我说 那你讲讲你是怎么一个情况 他说 我母亲在床上已经二十年了 手脚都不能动他了 然后二十年了 受折磨 然后整个人也神志不清了二十年 然后说 能不能你帮个忙送他去往生 我说 那我去你家看看吧 结果去看老太太呢 手是这样勾的 脚也是这样勾的 我这一看 他那个因果业力 因为我们一放松 来的太多了 我就问他 我说 你妈是干什么的 他说 我妈没什么文化 他这个儿女还不错 生了好几个 但是小的时候没文化就跟着爸爸 他爸爸等于是说 老太太的爸爸是杀鸡的 你们现在叫十八杀 十八杀卖鸡肉 卖鸡肉又不是现在在屠宰场买来的 他要献杀 献杀呢 这个女儿很小 爸爸就让她去摊上帮忙 剁鸡脚 那个鸡啊 就是把那个鸡脚剁下来 那就是剁了不知道多少个鸡脚了 后来呢 这也没什么文化呢 嫁给谁了呢 嫁给老公又是杀鸡的 然后又去剁鸡脚 剁鸡块 给人家献杀了 要剁成块拿回去煮吗 然后就干这事 干了一辈子 结果是到生病的时候 手跟脚都是跟鸡爪子样子是一样的 手脚都是一样的 然后二十年 家人原来都抱着希望到处求医给他治 结果二十年也没治好 后来听说张卜生有点神通 能不能来求我送他去往上 欺负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